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以前那样叫我的名字 可是你现在已经是一国之君了 那又如何 我永远是那个 在你踏边打地铺的小魔头 今日还是老规矩 你睡起床 我打地铺 不行 我们成婚只是权宜之计 你这样下去会让叶倩难过的 你赶紧去她那儿休息 顺便跟她解释一下 好好安慰她一下 别让她太难过了 小丫头 快去 小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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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既然青州 今年大旱缺粮 你们也已何时报上了灾情 那赈灾便刻不容缓 王使 臣在 你身为三省督官 应该对青州的情况 十分了解 你告诉朕 此次赈灾 朝廷需要拨多少银子 回皇上 大约 三四十万两 大约 你一个大约 可是差了整整十万两 到底是三十还是四十 四十万两 四十万两 青州三年前就曾大旱过一次 就是因为当时救灾不利 所以直到现在年年入不敷出 你们不知道 那就由朕来告诉你们 今年当地共计 三千六百四十户 丁口 一万五千八百余人 预计拨款五十五万两 其中粮食二十七万两 粮种十一万两 饮渠灌溉六万两 百姓们的房屋修缮 布皮补贴六万两 医药补贴五万两 皇上记性真好 竟然对这些了如指掌 臣等自愧不如 朕身在天位 无一日不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可你们呢 再其位却不谋其政 对辖区里的民生 该不关心 你们除了丁口纳税 还知道什么 出事了 就知道写奏章 是等着朕 给你们擦屁股吗 皇上息怒 臣该死 皇上息怒 臣该死 你是该死 若是让你继续 待在这个位置上 朕是要对不起 天下的无辜百姓的 来人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啊 皇上 将他给朕拖下去 今日起 贬为庶人 千居清州 是 皇上息怒啊 皇上 皇上饶了我们 皇上饶了我们 皇上 皇上 臣知错了 皇上 周明 臣在 朕命你为钦差大臣 亲子督本 此次朕栽事宜 记住朕说的话 给朕切实执行 臣领旨 皇上 前几年西北大灾 六个郡县 也只是拨了一百万两 如今一个区区的青州府 您却拨这么多银子 恐怕 国库亏空会越来越大呀 亏空可以补上 可是百姓 一日都等不了 朕亲历 凤凰关的灾难 知道那是怎样的人间地狱 若是朕的百姓 连肚子都填不包 那便是朕的无能 臣素知皇上 体恤民情怀柔四海 可是皇上 最近几年国库不封 您又不是当一日皇帝就罢了 江山万年 要替以后打算哪 没有百姓 何来江山万年 还要朕这个皇帝做什么 身为君父 天下引颈而望 若是心中只存私欲 而非公企 便不配做这天下的君父 德君如此 真是天下万民之福 对了 朕内坛还有银子 若是日后 国库实在是逃不出 就直接从内坛中逃便是 皇上 万万不可呀 皇上 内坛的银子 是用来修弃皇家地林的 岂可轻易挪用啊 朕即登基为帝 受尽天下百姓的拥戴 就要满足他们的期许 他日生死 不过化作一榜黄土 只要百姓安好 百年之后 朕就是以天地为种 又有何不可 皇上圣明 公子亦无大碍 我一会儿再去城中 抓几副驱寒的药 你服下之后 休息几日便能痊愈 现在城中戒严 四处都是抓捕 我们的天罗地网 既然上一步大碍 就不必再去冒险了 为了殿下 这点风险算什么 要不然我去吧 玉阁主 还是我去吧 我去没事 不会被人发现的 你们都太引人注目 都不许去 公子 这药是必须要抓的 既然公子不放心我们去 不如请玉阁主 在墨阁里找个 脸生机灵的小子前去 如何 殿下 现在怕是除了你 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这样称呼我了 这些贪生怕死的蜀辈 只会败高采堤落井下石 他们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兰一 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我沦为此境 早已无皇子之罪 众人眼中 我只是一个被驱逐的失败者 狼狈 落魄 可怜 谁敢如此说 我便杀了他 若你执意追随我 意味着 必须放弃这种锦衣玉石的生活 继续过这种四处漂泊的落魄日子 我心甘情愿 而且我相信 殿下一定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兰一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 殿下目前的处境只是暂时的 皇天不会负你 是啊 他们都以为我败了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叶天忆还没到落败的时候 这天下最后属于谁 还不一定 皇上 有消息了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露面了 务必把他抓来见朕 是 容景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 殿下 现在新地登基根基不稳 我们又在被天圣通缉 还是要早些做打算啊 请殿下不要为了儿女思琴 而忘记自己是齐国太子这件事情 我没忘 玉阁主 你想表达什么 当年 被天圣追杀 失去了那么多的百姓和将士 你是他们全部的希望 也是他们的魂魄所依 大家都在引颈完忘 等着你带大家重归故土 我 愿意 这刺客 是也是 想找你的 我 您在这里 你也认识了吗 大事 小哥 你怎么会 我 现在还是给你 你 我 将军 一切正常全部都在屋内 皇上有令 龙境及其党羽 一个不留 是 中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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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丰 杀了他 慢着 留着他自有用处 先压下去 此地不宜就留 我们走 小姐 您真的要嫁给皇上吗 我再考虑考虑 瞧奴婢糊涂的 皇上曾多次救您于水火 更是对您呵护有加 直到您出事 亲自去牢中救您 还留您在宫中休养 更是为您魄力将奴婢照入宫 就是为了能让您顺心一点 皇上对小姐情深至此 奴婢应该为您开心的 奴婢一定将您的身子照顾好 让小姐美美地 到皇上来娶您 那小姐 奴婢这就去御膳房看看 有什么好吃的 给您补补身子 莫婢 我说 莫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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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之初 我到底该怎么办 在想什么呢 你怎么来了 放心不下你 顺道过来看看 爷爷他怎么样了 这个老顽童 身体好着呢 就是担心你 你可想好了 要一辈子囚禁 在这宫围之内吗 自古皇家 最是薄情 今日他对你 情深似海 难保他日 不会另觅家人 身心难测 若是有朝一日恩宠不在 甚至会万劫不复的 即便是寻常男子 也难保他日 不会琵琶别抱 令迷他人 云氏敌女必为厚 这是祖讯 我不过是顺隐天意罢了 这话骗得了你自己吗 哥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任性妄为的云前月了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 人不都是为自己而活的 更多的时候 是身不由己 好 既然你认定了 那座兄长的唯有认同 但是 若有朝一日 你在这宫里不快乐 厌烦了 你立刻告诉哥哥 无论多远 我都会接着你 和爷爷 我们离开天圣 我们一家三口 好好过日子 哥 我出嫁那天 你来陪我吧 从小 我都以为 我没有父母 跟爷爷相依为命 好不容易才跟你团聚 至少在我出嫁的时候 我希望你可以陪着我 好 我送你出嫁 我还要警告那小子啊 要是有一天 他 他欺负你 我饶不了他的我 哥 让我看看 我这么多年 都没有好好看看你 长大了 我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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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讨厌 你 我讨厌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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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